您支持反萊豬公投吗 如果您支持的话呢 请帮我们写下加1 让我们来看看你的意见是如何 如果不赞成的话呢 可以写下你的理由 让我们来进行讨论 那么也就是因应美猪的进口呢 高雄市政府找了知名的德国检验机构 想要来查验一下进口肉品 连台中市政府也找上同一家 结果呢这家公司现在去爆出 食安检测报告疑似造假 检验的日程呢完全都是未造的 有高达60份报告是有问题 必须要作废 目前这家公司的官网呢 全部关闭 也叫食药署申请废止 所有的认证项目 高雄市政府解释 还没有送件给这家公司来检验 之后也不会再合作了 原大开放美猪进口 全台人心惶惶 就算卖场设置飞来专区 还是让人好担心 高雄市政府为此找了 德国检验公司签下被忘录 却爆出这间检验公司 报告疑似造假 与滕德姆斯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送过任何的检体 让他们去做检验 将来查证属实之后 确实是有造假的情况 我们会立刻 把它和我们之间的 策略联盟的合作关系解除 这间德国跨国企业 各国有60多家实验室 专精食安农化和医药 规模不小 2018年得到金具奖 是400多家参选企业中 唯一得到食安检验认证顾问机构 现在官网公布的合作厂商 除了农委会 其他都以官网暂时关闭为由 全部消失 爆发检验造假的滕德姆斯 和市府合作时 还声称强调会守护大高雄地区 没想到招检举报告造假 主要是去年 揭下水产品重金属 要测出戴奥新动物用药跟食品为生物 输销欧盟的三个检测案 但疑似因为人手不足来不及检验 其中有60件报告疑似串改日期 坦德姆斯也被查出检测一款酱油 是否含有致癌物质 却没有买标准品 等于整份报告全部作废 谭德姆斯在官网发声明 组织跟经营策略调整 执行内部集合 发现异常情形 接着在恶度声明 说被调查的跟高雄实验室 分属不同部门 但是食安检测报告 篡改日期非同小可 业者公信力被严重质疑 萊猪风波还在烧 高雄市政府遭到牵连 这下让市民怎么有信心 记得松北辰领知会高雄报告 萊猪开放之后 大家觉得吃猪肉有点没劲 因为就怕吃到萊猪 所以很多人改买的是 国产的温体猪 但是国产的猪肉价格 却是一路的往上标 你知道吗 光是一月份猪肉价格 就比去年同期大涨了17% 眼看过年就快到了 很多人都在讲了 会不会年前还有一波涨价呢 民众的抱怨声 实在是没办法 因为萊猪 就已经是让人心惊胆战了 现在还要被迫受荷包 让人觉得很火大 到底我们的政府在干什么呢 猪肉摊企业民众排好排满 等着要买猪肉 美国萊猪进口后 很多民众不敢上超市买冷冻猪 只敢买市场的温体猪 但价格却让民众只能咬牙硬卖 顶多以前的调涨是五块 到十块的幅度 现在是雙倍的 原物料都涨啊 都涨很多 光是怕吃到萊猪民众都已经烦死了 现在又被迫受荷包简直气死 因为根据农委会续产行情资讯网的数据 若以今年一月份来看 全台猪肉平均价格是每公斤75.76元 相较于去年同期的64.54元 涨幅竟然冲到17.38% 光是今年1月1号到1月19号 短短半个月就涨了7.34% 民众摊伤都喊无奈 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涨 猪价大概落在六七十元一公斤 这一个月下来都七八十块 眼看农历春节前 猪价恐怕再涨一波 在野党大骂 农委会失能有失职 他说这个是农历春节前的效应 他这一句话是谎话 他越接近过年的时候 他反而是有缓跌的 进口萊猪 猪价一路涨 政府满口理由 那这个国民党的文传会主委 王玉民在今天召开了记者会 他批评进口萊猪政策 导致国内国产猪的价格 不但是往上标 那些农委会一点积极的作为 都没有只跟大家讲 为什么猪肉会涨 因为快过年了嘛 那王玉民就贴出了数据 直接打脸 直言猪肉价格涨价 也会间接带动物价上涨 国民党也制作了 反萊猪挺公投的宣传广告 呼吁民众大家一块站出来 请农委会主委告诉大家 77.35会是现在 猪肉价格的新高点吗 还是逼近过年前 他有可能再涨一波 而这样子猪肉价格的上涨 伤的是谁的荷包 是我们民众的荷包 但是在农委会主委 陈吉仲的口里呢 讲的云淡风轻 觉得这些都是合理的 这些都跟萊猪进口没有关系 但是从这个客观的数据 我们就可以看到 跟萊猪进口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去比较这个平均的价格 去年的1到1月1号到19号 它的平均价格是64.45 然后呢54 然后来到2021年1月1号到1月19号 它的平均价格是75.76 那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平均上涨的幅度 也来到了17.38% 也是一个很高的涨幅 那大家要知道 这样子的一个猪肉价格上涨 它会带动的是什么 我们其他的物价也会上涨 因为猪肉 猪肉是我们基本的食材 那这个猪肉只要一涨的话 可能小吃摊他就会说 因为这个猪肉比较贵 所以之前我们就已经看到 有人说食用台湾猪 一个便当涨了十块 涨十块是一个很高的涨幅 那这个民众恐怕会吃不消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认为农委会真的是无能又失职 价格hold不住 这个价格猪肉价格还在往上涨 另外一个是他的标章也乱七八糟 但是农委会解决标章的问题就是 找一个人背锅就算了 他找到的这个人呢 就是续产会的执行长 叫他下台 叫王中树下台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但是是这样子吗 我们看到他发出去的这些台湾猪标章 他自己测查的就高达上千件 然后民众自行就是撤销的也高达八百多件 一个标章搞得这么乱 当时大家都看到开记者会的是谁 是陈吉仲在开记者会啊 很高兴的宣布说这个标章有多漂亮 设计第一名 然后跟大家解释半天 还挂保证说 这可以百分之百的台湾猪标章 但是出包以后谁来扛责 出包以后下面扛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续产会的这个执行长 他就变成他要负责请辞走人 林冲贤是续产会的董事长 要不要负责不用负责 农委会的主委 陈吉仲要不要负责也不用负责 反正有事下面扛 这个就是民进党的标准的SOP 他们处理危机的流程 那这个让人家看的是非常的心寒 所以在这个捍卫我们食安这件事情上面 现在老百姓唯有的方式就是靠自己 靠自己持续的来加入这个公投的连署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有一支影片 就是要给各位看 这是我们第一次公布的影片了 我们要呼吁更多的民众来守护自己的幸福 来守护自己的食安 守护自己的日常的小确幸 吃卤肉饭 喝猪肝汤 烤肉烤香肠 还有吃猪脚面线 这都是我们的日常 我们不应该被剥夺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支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待会就可以 kaç